你平時以前的工作 通常接觸小朋友 就真的因為病、骨折、受傷 現在你會接觸很多本身沒有病的 健康的小朋友 有沒有試過收到讀者的回信或留言 看完後的回答 有…多數都是不認識的人 在社交網站發訊息給我 例如有一個媽媽說 小朋友一向都不肯戴口罩 自從看完抗疫小伙伴 看見這群動物醫生這麼乖 每個人都戴口罩 小朋友又跟著學習他 學習他肯戴口罩 另外有些媽媽跟我說 小朋友當作是故事書 每晚要媽媽讀一次給他聽 才肯睡覺 我自己想這些反應會否不限於來自香港 因為我知道抗疫小伙伴 亦有發生不同語言的版本 會否世界各地有反應給你 或者聽到一些故事 有…在不同的東南亞國家 尤其是因為小朋友 沒有香港那麼幸福 沒有那麼多卡通漫畫看 所以可能那邊的人 收到抗疫小伙伴的漫畫 很開心地讓小朋友看 小朋友看完 第一學到東西 第二又看得很開心 現在有甚麼地方有這個版本 以你所可以解釋 我們看到有韓文 是… 有日文 本身最原本就是繁體中文和英文 另外有簡體中文和英文 然後亞洲有日本、韓國 另外東南亞有菲律賓、印尼、越南、緬甸 還有廖國 另外歐洲、西班牙文、法文都有 還有現在開始 在阿拉伯國… 即中東的國家 都有人找我想把它譯成阿拉伯文 是 立即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 阿拉伯國